大家好,我叫宋扬,我来自中国,我是维多利亚州选举委员会VDC的一名民主大使,现在由我来教我们的社区成员如何在维州的选举中注册和投票。 10月份,我们将进行维州地方政府的选举,如果您的名字在选举登记册上,您就会通过邮局投递信件的方式送到选票材料。 就像这样,然后在家里进行投票。 那么谁可以注册参加地方政府的选举投票呢? 所有年满18周岁的澳大利亚公民 在这里请您注意,如果您的名字不在登记册上,那么就请您联系维州选举委员会VEC进行注册。 如果您搬了家或者改了名字,也请您联系维州选举委员会更新改证您的材料。 请注意,您必须在8月28日星期五下午4点之前,在维州选举委员会VEC完成注册或者更新您的材料。 年满18周岁的非澳大利亚公民,如果居住在某市区域内,并且向该市议会缴纳地方税,那么您也可以注册参与地方政府的选举。 这是一项特殊的规定。 墨尔本市议会也有一项特殊的规定。 住在墨尔本市区的年满18周岁的非澳大利亚公民。 即使您没有向墨尔本市议会缴纳地方税,您也可以在墨尔本市政府注册。 有关如何在墨尔本市议会投票的详细信息,请您直接联系墨尔本市议会。 如果您不是澳大利亚公民,但是也想要投票,请您在2020年8月28日星期五下午4点之前联系您所在的市议会进行注册。 我们有简体中文的注册表,您可以通过这里显示的网站链接,找到相关简体中文的资料。 如果您需要投票方面的帮助,请拨打电话9209-0106。 请记住,Your counsel,Your vote。 谢谢。 您这个有限定。 您 có在那两个月。 您可以收回到剧场的剧场。